亚健康的人群的分布有特点 不同的地域 不同的生活和工作背景 以及不同的社会层次 不同的年龄阶段 以及不同的中医体制特点的人群中 有不同的发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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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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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说亚健康的既可预防又可治疗 我们中医提出来 至胃病和胃病先防 方方未然 疾病防变防病的发展 那么我们在胃病先防的时候呢 要特别注意要特别的注意要特别注意要内痒症气增强我们的体质外壁呢 邪气防止呢邪气呢伤症同时可以应用药物防止疾病的发生 而疾病之后呢 而疾病之后呢我们要防止疾病的发展 而疾病之后呢 胃病之后我们还可以用胃疾病之后呢 疾病之后呢我们还可以用针刺和爱救的来治疗 让他帮你拔把脉 刺诊核餐判断到底你是气虚症或者是呢 气血两虚或者是呢 肝肾阴虚以及肝皮不调 来有他帮你处方 进行适当的调整 可能会取到呢更好的消息 那么亚健康呢在我们一生之中 还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阶段 有时出现 有时呢消失 所以呢对我们来说呢 这种状态呢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和学习 我们呢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 并且在日常生活中 或者应用运动 或者应用心理调试 或者应用呢我们前面所讲的 各种的养生 健身的方法来调试它 来消灭它 使我们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让我们一更加旺盛的精力和体力呢 投入到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学习中间 我们也希望大家通过这门课 让大家呢有一个更强健的体魄 使大家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 到今天为止呢 我们这门课呢 给大家讲完了 我们通过呢精神养生 饮食养生 四食养生 以及呢 防食养生 和运动养生 等各个章节呢 给大家介绍了不少的养生的方法 我们也介绍呢 中医养生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 我们希望呢 大家呢 能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的日夜中间 把这些呢 养生的方法和原则呢 运用到生活当中去 通过呢 自我调试 使自己呢 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有一个呢 良好的精神状态 我们呢 更好地投入到 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去 希望大家呢 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